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今天是2017年8月19 星期六 农历是6月28 好 下面给大家说一点那个我们的白化佛法 我们人生的道路是自己修的 没有人可以帮你走下去 只有你自己 所以我们经常说 在人间怎么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实际上就是要做好每一件事情 每一件事情你都觉得应该心甘情愿地去做 实际上 学会在人间能够拥有一种超出人类的智慧 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一个人 应该通过学佛增长 这个人的一种心态 那这种心态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智慧 因为人的智慧是无穷的 经常讲的话 就是告诉你们 因为 学佛后 你会懂得宽容 学佛后 你会懂得慈悲 正因为你懂得宽容和慈悲 你才会在千万人当中遇见 你想遇见的人 所以 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一个人思虑太多 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 我们在生命的长河当中 怎么样 能够在 现在的 乱世当中 能够学会 懂得 活在当下 所以有一句话 台长还是要告诉大家 去爱所有的人 信任一些人 不辜负任何人 生存 还是毁灭 在人间 只是 一个你自我 感觉 有的人一辈子想 做一个 能够利益众生的人 有的人一辈子想 获取别人的利益 活在世界上的人 所以真正 有智慧的人 那是 一种超过了 人的 智慧 能够 驾驭自己命运的人 人生 就是一场戏 觉悟者 是知道自己 在戏中 在戏中 好好地演好 自己的角色 而有些人 游戏人生 认假作争 经常陷入在 人间的痛苦情节 痛苦不堪 痛苦不堪 只有到生命的尽头 他才 幡然 萌醒 但是往往 时间 已过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接下来应该 做什么 无法自拔 所以痴迷多少事 觉悟在当下 人生如水 所以 要懂得 水有逆流 也有顺流 就像人的 欢乐与痛苦一样 所以 很多人说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 心非常的累 他想告诉你们 心累 就是指人的心理 精神压力 有的人心事 繁杂无序 心累 就是心灵的疲惫 会使人的内心 遭受到痛苦 使身心健康 受到伤害 我们 要懂得 在人间 学佛之后 给自己留一点 空间 和余地 不要在生活当中 太紧张 也不能松懈 不要沾沾自喜 也不要 郁郁寡欢 得道时 淡定从容 失败时 我们 看淡 放下 不要被别人挤得水泄不通 在你的生活当中 因为 人无 完人 金无竹赤 无花 无花好百日 所以 我们 善待众生 善待别人 言语择己 宽以待人 我们要懂得 珍惜 众生 就是 珍惜自己 好好的碰到事情 要心安静 要和善 要让自己 变得越来越善良 所以对人 自己做的事情 要学会承担 但是在没有做之前 希望好好的 去理解 知道有这个过程 你就不会 为以后做的事情 后悔 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 越是害怕失去的人 越容易失去 越想得到的人 越是得不到 很多人 不把这些事情当回事 却拥有了它 而有些人 太把这些事情当回事了 却失去了它 所以人生 不要让自己 做任何 后悔的事情 有时候 要学会 心尽如水 有时候 要让自己懂得 不管 人生如何的 痛苦 和磨难 一定要 学会 我们 到人间来 只是暂时的 所以台长经常 跟大家讲 我们有时候 活在这个世界上 整天就是在 解释 有时候没有必要的解释 不必解释 因为 这个坏人 他不会相信你的解释 朋友 他不需要你的解释 他就会相信你 所以整天活在 别人的眼睛 和别人的嘴巴当中 你都会经历很多的 精神上的痛苦 和心灵上的 忧伤 所以有时候 我们 在这个世界上 犹如一辆 失去控制的 汽车 到处去乱碰乱撞 没有一天 能使自己 安静下来 因为你 不知道 怎么样 才能 关掉 你的 引擎 所以 真正的 学佛 真正的 做人 那是懂得 怎么样 才能让自己 做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 守规矩 守规矩 就是戒律 我们能够做事情 我们就要守戒律 我们有时候 做人 我们就要懂得 这个世界上 几番成轮 你终有一天会醒悟的 生命是苦的 学佛是难的 但是你在苦难之中 走出自己一条 学佛的路 你就是一个 脱离了苦难的之人 所以希望大家 一定要好好修行 好好学佛 一定要懂得 一个人生 只是一辈子 有时候要懂得 无名 实性 即佛性 幻化空生 即法生 所以我们要懂得 学佛人 知患 离 患 知真 求真 所以掌握好 心中的永恒 就是掌握好了 你的会命 所以我们的心 是最大的骗子 别人能骗你 别人能骗你一时 而你的心 可能会骗你一辈子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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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